下個滑鼻包咪哥 什么魔术是大人做不到 只有小孩做得到的 那就是这种DIY童趣魔术 小六的想象很会变魔术 但他最厉害的不是手法技巧而已 而是他会自学魔术招式 加以变化 他会自制魔术道具 自己创造魔术舞台 MING PAO 这里有一个木棒 上面有四个点 其中一个点 第一个点是紫色的点 好 另外一面也是可以看到 那个紫色点非常顽皮 我只要吹一口气 哈 他就跑到第二个点 第二面也是一样 另外一面是一样 再吹一口气 哈 他又跑到第三点 好了没有 第三点 最后一样 跑到第四点 这就是紫点魔术的魔术 他跑到第三个点 有些魔术 有些魔术你要了解 就是奥秘就是怎么变 然后你就可以自己做 我是喜欢自己做 不要更多参与感 我觉得比较好 想想玩魔术很认真 为了学习 他做了电脑简报资料 还有一个寄满三四百个魔术的笔记本 因为我们比较久是一点破 毕竟有时候魔术太多 有时候记不得 把人切三段在这里 然后他在倒行舞台 魔术的写双歌 然后这里几乎都可以自己做 把人切三段这个魔术 是想想迷上魔术的起点 刚开始是在那个 爸爸的公司的围压 然后看到一个魔术在闭魔术 就是把人切三段 那就是看到他表演 然后热爱就开始喜欢 然后后来就自己做 把人切三段的真正道具 想想热爱魔术的原因 很简单 他说 说实在可以让他觉得文武伟大的 就是这样 真的就是这样 你说你要什么 要三个箱子 三个超多大的箱子 鸭子箱做什么 要做一个很大的魔术道具 那一个十块箱子 没有没有 送你啦 好谢谢 翔翔正在准备魔术道具的材料 这是我画的那个 把人切三段的头 这个圆形就是那个 洞嘛 就是头要从这里露出来 这就是门可以打开 然后到时候人进去的时候 这里整个移开 然后就把人切三段 就把人切三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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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彩色这个反光的胶带 然后就是可以做刀子的 每边 然后这是黑色绝颜胶带 可以做那个箱子本身的每边 老板不好意思 今天要设计 在哪里 设计 在那个 看翔翔信心满满 可是用纸箱和摄纸做的大型道具 会不会很厉害 就是翔翔第二次做这种切人道具 第一次做是他四年级的时候 那时候很简单 那我就没有管他 因为他跟我说 他已经跟同学宣布了消息 就是齐末同仁会 他一定要变个超级可怕的魔术 来 吓大家 就是把人切三半 然后齐末考一考完 他就自己去要纸箱 就是要开始做了 然后我们全家 连弟弟都帮忙弄啊 天啊 就是做到很累 晚上 你看 1点20分 那爸爸就觉得说 不要做了啦 好累 他说就差了一点点啊 不知道是什么地方没有弄出来 好热 就差了一点点就快要成功 然后我们其实很想放弃那个早上 一开始就觉得一定会成功 嗯 好像 现在再回头去想 觉得自己那时候是不是太天真 太疯狂 对啊 不过后来呢 翔翔初次初级啊 就非常成功 他的魔术兴趣啊 也就一发不可收拾了 我觉得魔术 嗯 你练那么多 不仅仅在房间自己一直练 自己暗场 因为要类似发表 对啊 像星光强那个 那我自己争取跟我朋友 因为有时间啊 全部都算好 然后那老婆就说 好那等你弄完的时候就跟我说 有一天想想要经过学务处 然后就在窗户边大声的我讲 王老师王老师 我12月20号我要表演魔术 我已经都安排好了这样子 然后我就有点错愕是 好像想想讲这一切很自然是 已经是好像是我跟他约定好 那因为我事前并不知情 所以我还蛮错愕的 那天的表演其实真的是让 赛场的老师跟小朋友都 散散不已 相信练魔术就可以获得掌声的想象 两年来已经舞台经验丰富 野弹晚会 晨光时间等等 都是他自告奋勇的舞台 像今天制作的道具 就是为了要去弟弟班上 当晨光哥哥用的哦 然后我们就这里啊 就是用了一点空气 或者有漏线 所以这边一定得补 发现道具瑕疵的想象 已然气定神仙 让人好奇啊 他表演的时候不会紧张吗 我觉得当妈妈 最好就是他很乐观 我觉得学到很多可以很乐观这样 可是真的没有一个魔术师 我长大可能想要做电影导演 因为我喜欢看电影的尺度 可能高于魔术 魔术师跟导演 其实有些地方蛮相近的 比如说魔术师要安排一个 他自己的魔术秀 比如说他第一个魔术 就是安排所有 第一个魔术秀 就是让人惊艳的魔术 然后观众才会 才会对这个魔术秀 感到兴趣 要有爆发性的开始 然后中间你要怎样怎样 然后结尾你要 比如说你要一个 欢乐的ending 或是浪漫的ending 还是什么的ending 对啊 然后还有 比如说还有些 不外的东西 比如说撒雪花 或者是音乐 对音乐 音乐很重要 让观众 让观众 进入魔术的气氛 对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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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你不要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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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怪怪箱 這邊有個非常勇敢的魔術師 他決定要犧牲 你怎麼好 這個沒有任何點擊 就是一個相應 就是一個魔術師 捏可算是硬直板 不過效強力也很高 他死定了 好痛 他都被踩下去了 所以 模擬上來說 他現在應該 他這邊提示對不對 但他這邊提示對不對 啊啊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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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啊啊啊 啊啊啊 然後更安全 還有更安全 好厲害 表演结束了 同学们都对道具充满了好奇 这是什么东西 我没有看到东西 我找到今天了 奇怪在这里 这个小子不过来 同学们七嘴八舌的 都认为自己找到了魔术师的秘密 不过显然真正的秘密 还是在想想的掌握之中 今天真是一个很成功的魔术表演 Bravo 谢谢配合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